日前,資深傳媒人歐嘉倫被警方國安署拘捕。 歐嘉倫曾是TVB新聞部的記者、監製,主持過新聞透視, 後來又在香港電台負責自由風、自由風的節目。 近年經常在黃媒立場新聞發表評論, 他亦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專業顧問。 一個傳媒人兼大學新聞老師被捕,記者大造的文章, 當然離不開,寒蟬孝應四個字。 彷彿好像一有新聞工作者被捕,香港便沒有言論自由, 而從沒有考慮一個重點,其實傳媒人也會犯法。 正如特首候選人李嘉超回應記者時說, 他說,任何行業都要奉公守法。 沒錯,傳媒人亦不應該有例外, 不能高舉言論自由的招牌,便可以為所欲為。 說起歐家倫被捕,認識他的人都覺得可惜, 中大博士曾拿過多次的新聞獎, 在TVB做記者時,更加拿到獎學金, 去美國史丹福大學做訪問學人。 但今日,這個曾經的新聞王子, 就因為轉了政治的牛角尖,隨時成為街下囚。 行家說起,都說可能是美國那年誤了他。 不是開玩笑的,幾個知名的傳媒人, 去完美國深掃回來,便換了思想,變了樣子。 在TVB走紅的巴基斯坦瑞女記者李君雅就是另一個例子。 李君雅在無線新聞部表現出色, 於是便被美國駐港領事挑選, 去了美國參與國際訪問計劃。 去一個月回來,便立即辭職離開TVB, 轉去明報,再轉去香港電台, 成為了反對派媒體的戰將。 前記協主席楊健興,原來亦是去完美國回來便變了樣子, 他本來是南華早報政治編輯, 但自從被美國新聞署邀請去美國免費深掃半年, 回來便擔起記協的大旗,做了反對派的先鋒。 參與過這種計劃的傳媒人說, 通常都是美國領事館主動選擇, 在美國包食包住包玩包來回機票。 不單有人接待,你想去哪裏, 你想訪問誰都可以。 現在回看, 哪會有這麼大的甲仔隨街跳呢? 擺明是一種統戰。 當然,養熟了一批棋子, 用緣、積氣, 剩下一階曾經的精英。 不坐牢,已經算是執新彩了。 不坐牢,已經算是執新的疫苗, 現在出現中立場的時間都會接近。